2018年至2022年期間 究竟哪一本他的小說是借出的 我不會問第一位的 第三位 借出的第三位究竟是甚麼呢 我怕是冷門合客 你合客行吧 我合客 你自己玩了 你害怕吧 你行嗎 你行嗎 你想去哪 你先行吧 我先行吧 我先進去 你先行吧 是任他行的合客行得對 有時候真的不是說我自己 你不用這樣 我個人不夠堅持 首先要爆咪和鏡頭 你真是真是有此理 很少有得威 威反智少 上星期我輸了 今天大家吃了東西 謝謝 意大利也有很多很有趣的迷信 例如男性在街上見到救護車經過 他們會做什麼動作 代表救護車帶來的騙運 會帶走去 男性會做什麼動作 右腳會踏地兩下 拍一拍胸口 摸一摸自己的額頭 摸一摸自己的重要部位 意大利男人笑什麼 不要鬆斜 重要部位 外國人的迷信是怎樣 我們中國人的迷信就是有什麼事 就知道沖一沖一葉 沖走一些雞氣 也有的 有的 你問他吧 他不會說今天有新鮮的滷口醃蠟 我猜不會這樣 嚇死我了 你放牢嗎 真的嗎 放牢是一樣的 你說起坐牢 題外話少少 今天跟同行商談 什麼驗頭髮那些 要驗得很麻煩 有一個問坐牢又不能驗頭髮 應該沒有吧 這些比較敏感 坐牢的頭髮也沒有 我們先去你的話題 好 意大利男性 做哪件事好像比較老麗 不是老麗 在街上見到救護車 你剛才是不在 你好像沒有聽 我講一次 你見到救護車 救護車一定是傷病患者 是一種不好運的笑頭 當你在街上見到救護車 那個男人見到 意大利男人見到 他就會做這件事 希望帶走這些騙運 意大利男人 看見十字車都會有騙運 我覺得他的意會 想祝福那個人沒事 你不要扭轉別人 你都問問訊 Dixon你心地好 你任由他 你想發表什麼 我想發表一件事 答案來說 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摸重要部位 其他都不難做 這個像是他常常說的 對 那三件事比較正常 我會摸一下心口 額頭和倒地兩下 很容易做得到 無緣無故在街上摸自己的重要部位 這樣比較奇特 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你那些騙運完了嗎 你知道嗎 因為你連輸三次 我主要是看 你呢 你怎樣看 我就不會選擇這個 摸重要部位 我覺得有點奇怪 這件事太過敵位了 所以我就不要在街上不會做 什麼泰國敵位 你做什麼 你最喜歡的 小療屁不適合你 就是你主廚說這些 你直接說就對 對 所以我就不選D 所以我就從一些最簡單的東西 入手 我覺得要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他是想 祝福 所以我就想選擇心口 又或者摸一下額頭 我也覺得是額頭 我覺得是有腳 因為 通常你的腳是 你又不愛D 不愛D 我剛才也說不愛D 你不愛D OK 不愛D 不愛D 等一下 因為他的右腳 腳是摸在地上 那樣東西就是 我摸兩下 把壞氣在腳上摸走了 好像靜地一樣 我會這樣想 不是 杜姐 你想想想想 你是想把壞氣帶走 那你就會帶走在地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摸兩下 摸走了 這樣 很有根據 很有根據 就是割地氣 那些電 那些靜電 右腳 兩下 不要右腳 堅持 硬頸城來了 黃金右腳 硬頸城 桃大宇 額頭 桃大宇 桃大宇 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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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試一下聽阿傑朱說 右腳 兩個摸地 一個額頭 是 再選 是 幸好 幸好 做的步驟很悶 真的很迪惠 真的 真的 難道真的這麼悶悶嗎 原來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 心口 還是 意大利人 我堅守自己 我覺得不是D 我也是覺得不是D 我覺得是深口 好 那現在回到我最原始的想法 寶平安 深口 好 深口 沒有人有分 三個答案都是我自己想的 看到這個題目 我就覺得很有趣好笑 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選 我自己重要的 很開心 對嗎 很開心 對嗎 對嗎 有根據嗎 有根據嗎 沒有 有根據 有根據 有很多奇怪迷信 你看了意大利的東西 還是認識了意大利人 後者吧 好 Dixon 我們昨天說過 書展 原來有一個統計 就是 香港公共圖書館最受歡迎的小說 多年來都是金蓉先生的著作 2018年至2022年期間 究竟 哪一本他的小說 是借出的 我不會問第一位的 死人仔 第三位 借出的第三位 究竟是什麼呢 A 天龍百步 B 綠頂記 C 神雕俠雷 D 合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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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沒有提過 我們正在直播中 在影像上 賣狼03.com 和我們的Fan Page 正在直播中 六頂記都應該很喜歡看 頭那三部都應該是頂級的 什麼意思 頭三位是頂級的 天龍百步 六頂記 神都合力 不如這樣 這裏可能沒有第一 這裏可能沒有第一 所以刀姐委員都是最厲害的 第一當然是哪一部 大家都知道 那你給他一分 你還不喜歡 你給他一分 第一 是不是射鵰 要是射鵰 要是輸劍 沒錯 第一是射鵰英雄傳 回到第三 我想問射鵰 鵰有幾大隻 七隻 那即是說射鵰之後 就是輸劍 會不會呢 還是第二位是神鵰 神鵰厲害 神鵰厲害 對 神鵰厲害 客行為比較冷滿 是比較冷滿 書劍恩仇錄就是 首次刊載是1955年 第三位是甚麼 Dickson 第三位 在這四個答案裡 其中一個 不是妄兇 要提醒他 神鵰 我覺得 書劍恩仇錄 碧血劍 射鵰英雄傳 雪山飛狐 神鵰合女 飛狐外傳 鴛鴦刀 六頂記 都好看 有趣 對 鄉中可能是第二 對 有趣 喜劇 威小舞 我覺得神鵰會比六頂記 所以你覺得六頂記是第三 現在人家正在問第三 射鵰英雄傳 如果神鵰和六頂記 糟了我怕是冷門的合格 但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你們失諒了 我說完第二位給大家聽 我特地沒有放進去 不想你們混亂 第一是射鵰英雄傳 第二是神鵰和六頂 但當中有些是幾部曲等等 真是神鵰 真是神鵰 你這麼好的 所以聽眾經常都說 你不要經常給他們一些提示 又不要只猜 天龍八步也有天龍八步 也有天龍八步也有好看 對 橋峰也有好看 對 大家安排六頂試試看 我怕是冷門合格 我怕是冷門合格 你合格行 我合格行 你合格行 哈哈哈哈 不是啊 你先走 別人玩別人那一份 不明大家在聊 不不不 齊馬來吧 我幫你買出去 我幫傑朱簡合格行 幫天龍八步 我愛天龍八步 我愛六頂記 六頂記 不是我不是 我愛六頂記 豈有此理 三個六頂記 六頂記 三個六頂記 問題真的出得好 錯啊 天龍八步 六頂記 是排在第1、2、3、4、5 第5位 竟然 竟然 合格行 半分而已 還要追 合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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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龍八步 天龍八步 兩個天龍八步 一個合格行 是任他行的合格行 對啊 有時候真的不是說我自己 你不用這樣 我個人夠堅持 首先是白鞋子和鏡頭 都站起來 你真是有此理 很少有得威 威反此理 很生氣 全世界已經有半分了 那我再說 第1是射雕 第2是神雕 第3是合格行 第4是以天屠龍記 第5是綠頂記 第6才是天龍八步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日日放鬆 即刻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鈴鈴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